馬英九在總統府開記者會說他是害蟲 說他首席談判代表出賣國家利益 那你吳敦毅是馬英九的副總統 你現在吳敦毅竟然會用他來當副秘書長兼總炮手 兼這個對外攻擊手 那你是要攻擊馬英九還是攻擊誰 馬英九面對這怎麼回答 蔡振元三中案馬英九下禮拜要出庭了 如果沒有蔡振元 三中案後面會有那些光碟 會有那些進度 所以先用蔡振元 我知道馬半就已經不高興了 隔不到十天用一張閃耀 我覺得非常不高 我想因為馬英九長年有在運動 也許血壓不高 否則這有害身體 這很怪嘛 這怪怪在吳敦毅以前不會幹這個事 吳敦毅那個對馬英九 他其實也很敬小勝為 他就算要跟他施壓公開要批評 他都市場處理 這個透露一個怪 那就形成下一個狀況了 浮沫要達到成快艇 我這話是形容詞哪來的 本來浮沫一隻 還可以五個人扒著可以活下來 你在打招把他削一削 變成一條快艇 只剩救三個人 兩個就淹死了 就他這個浮沫 如果你要把外交部這個事情 我們講很多事了 你拿去年九月七號 國民黨的記者會 拿楊慧如的人際關係 到最後會傷到誰 派貢 拿他爭取的補助款 到底是北市府多 哪個地方多派貢 所以到最後現在變夾門 卡到門比卡神還有名嘛 到今天還在住院耶 然後呢第三天 第三次要做行政院去遊行的時候 你去看 沒有一個國民黨 現任的區域立委到 到外交部的時候 沒有一個外交委員會的 國民黨立委到 人家知道那個不對 不能這樣弄 那出事的現在開始推了 蔡英雄說 沒有 我只有叫那些議員去日本而已喔 外交部那是別人用的喔 是曾民中用的喔 那曾民中說 他們就開始講很多理由 所以你就發現指揮調度的亂 那指揮調度的亂 源頭在哪裡 我還是要幫吳敦毅講 主帥就是候選人 你韓國瑜主帥壓不住正角 就會這樣亂 比方說他在講 我是乞丐對王子 你有看過乞丐一棟豪宅 買過一棟豪宅的 可動用資金超過上億的 你有看過 這個乞丐家裡有砂石廠 有營造廠 有建設公司 你有看過乞丐 自稱乞丐的全家有立委有議員 議員還是從爸爸女兒到兒子 大家輪著坐的 不要假裝就好 蔡英文的家裡經濟也不錯 你不要假 大家不會用這個標準去檢驗你 你才好不容易前面那個豪宅炒房案 就因為假人家才發現說 你根本 你女兒要打工花錢給你買車 你買三個車位 你買那個車位就可以買好幾台那個車了 所以因為假吃了吃了苦 你現在開記者會又忍不住開始講 我是乞丐 乞丐對王子 我認為他的嘴 會讓他下面的調度出問題 另外 李嘉芬也是愛講的 李嘉芬其實未來的可能第一夫人都不應該講政策 他現在忍不住 畢竟當過議員 講說 哎呀現在來不及了 否則我很後悔嘛 他現在講後悔嘛 你也幫幫忙 去查8月28號那一期的那個周康玩 8月28號初選結束 登記還沒開始 那時候他也講說 後悔叫丈夫選舉 那你那時候退 郭台銘還可以上啊 對不對 你8月28號還來得及啊 你那時候說後悔 周康給你看出來了 那你那天後悔就叫韓國瑜不要選就好了嘛 那你喜歡的郭台銘就上來選現在局勢完全不一樣嘛 那你現在已經登記無回頭路了 再來一副說好可憐哦 我不想選被逼著選 我好不想讓我老公選哦 又是一個假太假 所以這一切的假對照到今天張山正 我們就得到一個結論 禁朱者赤 禁末者黑 禁韓國瑜者變韓國瑜 張山正蘇貞昌生命 我們到身體不能來開玩笑的 詛咒人家再去住院 然後呢 之前用長相眉醜來形容蔡英文 哦長得多醜 怎麼樣子 外表 體態 男女性別是不可以拿來開玩笑 因為那跟好壞情分無關 然後今天上午講賭盤這事情 那我嚇一大跳說 怎麼會有副總統候選人公開談賭盤 而且談的賭盤是很高興說 PK我們平手耶 對 好高興有賭盤說我平手 然後現在是某一個個人開個這樣子 然後呢 講他那個小山的事情 他們那邊講什麼核彈啊什麼的 到目前為止 不管是吸毒3P 或者是什麼懷孕 到張山珍的事情 綠營一個字都沒有講過 媒體圈一個字沒有講過 外人沒有一個字講過 那今天在提那個核彈的時候 你去仔細看 他們兩個在聊那個第五顆核彈 才談出這個事情 而且周玉寇在訪問的時候 他沒有追殺 他講沒有 舉證啊 他就停了 所以其實這一場對他們的檢驗 常常是來自於他們自己的引爆 所以我常常講說 這兩位韓先生跟張先生 你們人生最深層的黑暗的擔憂 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一天到晚拿這些東西 貼在自己臉上 看有沒有人要咬你 沒有人要檢驗你這個 有沒有人生自己負責就好